请收看 惠律法师 佛学讲座 佛教讲的因果呢 比电脑更厉害 准得不得了 电脑只能操纵有形的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也只能操纵一切的思想 果报 因缘 果报 清清楚楚 所以菩萨未因 未因 可是还没有碰到这个果报 他就恐惧在先 但是一点恶他都不敢造 造了他一定要报吗 他造了他一定要报吗 所以啊 不管人家的善恶 你要对你的因果负责任 所以我常常告诉自己 你不要烦恼师父的生死 你不要烦恼我对 还是我错 你烦恼你自己的生死才对嘛 你烦恼我有什么用呢 是我烦恼你 还是你烦恼我 你有没有弄错啊 有的人啊 一听到人家赞叹师父 哎呀 师父 外面有人赞叹你 我说 赞叹我也 不能帮助我了生死啊 他说 师父 有人毁谤你 毁谤我也 不能障碍我了生死啊 你傻瓜 我造的善因 造的有善报啊 我造的恶因 有我的恶报 你紧张什么东西呢 哎呀 所以啊 我常常告诉诸位 说这个人他没有修行 你一直在他 他不能成佛 这个人他没有修行 你一直毁谤他 他也不能下地 假设说他没有造那个恶因 他也不会下地 他又造那个善因 他自然就能成佛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呢 善恶因果 你不要管别人 修行人对自己负责 要管理自己 不过我们是佛教徒啊 尽可能自己的行为 不要让众生造恶业 啊 记住 我们是佛教徒 包括法师 包括在家记事 我们所有的行为 行为会引起人家毁谤的 尽量避开来 尽量避开来 同时不要在那些 没有信心人的面前 说三宝的过失 这个罪很重很重的 但这个八四天中 本来对三宝有信心啊 你就故意把他讲一些 这佛门里面的 那个世事会会 那也不晓得 你也不敢肯定啊 谁是谁会 你也不敢肯定 讲一些世事会会 断他的会命 那你这个罪很重呢 你这个罩的比杀人 放佛的罪更重 他本来要进来佛门呢 你一下子 断掉他的会命呢 那你比杀他的时候 肉体的命呢 李师哥啊 李师哥 戴那个口罩 口罩 有人想说 哎呀 某某人你怎么戴口罩 我敢吗 最好啊 能够多念佛 少讲废话 是非善恶 我自有因果定夺 你烦恼什么呢 我会出事会 有事会 你 我会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